七盘棋讲解是惊险翻盘 2022年的广棋碑 这是王天一对许国义第二盘棋 因为第一盘棋许国义也然获胜 第二盘棋只要守核 那王天一就危险了 所以花这盘棋啊 王天一必须要杀出去 这儿的话走了一个阻底炮 要出狙 黑方就空着狙不让 正常的话 黑方准备从三度线打开局面 虹方如果出狙过于平稳的话 难有作为 所以就上吧 这儿捉一下 如果你进去的话 他平炮挡住你 然后再捉你啊 这样的话呢肯定要受围 红方索性上吧 黑方呢进去抓 红方也就看住 黑方呢堕堕逼人 红方只能选择交换 双方到这里进行了交换 那黑方进炮 他的意思就是通过一个杀士一将 打局把你赶走 如果你再躲的话就失落了 所以红方就冲三兵啊 就给你一个机会 杀掉之后一打 他得冲兵给你对杀 那许国义还是求问上马 这儿一冲之后呢打掉 这里附有一个打向一江抽局啊 所以红方选择上马 先踩 对方一桌试图交换 简化 但是红方不肯吃掉之后要破相 黑方呢顺势平炮打局 结的非常巧妙 平炮之后呢 这个禁足呀就准备吃马 红方当然吃掉 他这个禁足主要是延缓你上马速度 然后的话一吃边边 刚好牵住你 现在红方的平局脱身 那黑方也是简单接受了 因为换掉这个子之后呀 你就没有无常马烧了了 这样的话这个棋啊就比较平稳一些 那么现在进鞠啊就准备直接抢中兵 现在红方简单打掉 黑方一吃 红方把鞠拿出来 准备呢靠这个双鞠炮 组织一些攻势 黑方的话捕势 红方就鞠四平三 下部棋鞠九平四啊 再点下二线就可能会打门攻 黑方的话鞠九平六 他也是作为一个防守 这个棋的意思就在于呢 首先我要给你对决 我担心你这个打向的计划 所以就不让你鞠过来 那么红方如果直接去打的话 换掉之后人家一抢兵也赢不到 所以红方走鞠九平二 还是呢绕道过来 准备继续往里点 黑方压力很大 就通过对决啊减轻压力 退回之后呢 黑方赶紧杀出 那么走到这儿的话 其实这个棋啊 只要鞠退过去啊 将来想办法去活马 这个棋就不怕了 那现在红方又掉鞠过来 眼看呢点线也无望 就过来去抓马 黑方呢飞向 就把这个棋给它解决掉 那么你要吃它去看住 将来这个棋的话 黑方只要除三精英啊 对掉即可 他可能担心对方抓吧 那看住之后啊 你现在平炮 他就捉你 反正你下不去啊 他这个像找机会一落 对鞠或者是两个像 将来连起来 红方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所以这个棋啊 只要一对足就合起了 但是黑方这个棋想进鞠啊 这样求稳 再组三精英 红方点击不让 黑方再退 红方为了迎鞠 主动变招 那么对方就掌鞠 还是希望走组三精英 红方呢进炮 到这儿的话 你不能直接对 因为你对掉之后 将来一踩 他有一个聚三平五 瞬间这个棋 就要把你像破掉 这个棋就会有风险 因为红方有狙炮兵啊 所以的话破双像就会危险 推方走狙度金二 试图抢兵 那红方进鱼 要抓像 这个像还不能落 因为打一将之后啊 有一个叫杀 你得退回防守 这样一来的话 他这个棋就可以抢兵啊 一旦把这个兵给抢掉 我们看到啊 双狙双兵就比较危险了 所以这个棋啊 一旦一破像 这里叫输棋 所以他退回去对 没有问题 红方这里退一步 黑方又垫进来 红方为了迎起 兵五金再次求变 那么这里 黑方选择退局再抓 这个兵是跑不了的 红方索性呢 就强行突破 到这儿双方进行了交换 那么将来这个棋啊 吃着马吃着像 跟刚才也差不多 但是呢 有点不同 这个棋 黑方的马上来了 他有反击手段了 到这儿也是可战的 飞向的话是为已筹谋 这儿的话保证 防守 然后再反击 捕失之后呢 黑方进足 这招棋有点用强啊 其实到这里应该走退局回去 首先我这边跳马将军杀你 你要过局 我给你对局 那这样合棋 你要是推炮的话 我进局抓你 你现在如果吃马 那双方合棋 王天忆响应必然会走炮 先防守 这儿跳一将之后呢 踩掉 叫而杀 那么这个棋的话 正常的话你肯定得闪 现在他这个棋有一个骗招 就是我先甩炮 甩炮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敢杀将的话 我上 再将我再上 这两个地方都是视角 现在叫着杀啊 吃着狙 你狙就没了 所以看的是一个狮 你暂时不敢吃啊 现在得赶快落相去防守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红方可以选择一个 上帅结尾 黑方呢 这个棋啊 如果正常这样子 来回江的话 比如说一江下来 再上马 骑士呢 就没有必要了 那么走到这儿以后 黑方骑士可以退局看相 这样红方就很难杀进去 双方呢 都是可战之势啊 那么红方到这里 如果说想急于平炮 下去杀对方 黑方这个棋呢 随时可以吃你啊 也可以不管你啊 就往锁甩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下去将落相没有用的 点着杀你也就劲 上马继续去杀你 还得知识啊 跳马一将就很厉害了 对方正常得出啊 这儿一将之后就可以把试破掉 那么现在这个棋底线将军的话 看似可以过来吃 他其实可以点将不断利用你 那么对方到这儿的话 正常如果下 那么再吃 上的话再踩 落实的话再退 你虽然说吃相叫除杀 他可以点你一将 先破你的试 然后再跟住你的炮 将来这个棋你不走的话 这足过来就要杀你 那么这个棋你要是选择简单交换的话 其实啊 到这儿也就是等着输 所以话到这里 你很可能会走一招棋 就是直接冲中兵 跟他对下啊 眼看这两步棋到位 也是很厉害 但是黑方不会给他机会 那么黑方可以穿江啊 正常得下 然后跳马一江 你得出 他就冲 那你也冲 他这里可以再冲 你再冲之后呢 这边是没有棋的 然后的话 他这个棋啊 选择退居回去 这个棋意思就是跳马一江 然后杀一江 把你白吃掉 再过来 你要换一个市 你就没棋了 所以到这儿 这个棋 红方就不好下了 红方如果先上的话 黑方这个棋 其实可以平足 你敢进将 就会马将军杀你 所以到这儿 这个结局啊 肯定是红方受制于人 红方想脱身 肯定是脱不了的 那即便你这样子啊 想不愿求和 黑方还可以退居叼着你 这个棋就很尴尬了 那么这时候你看似近老将 想去杀对方 他这里可以平足隔断你 随时呢 马足杀你 所以这个结果呀 红方反而不利了 那么可见啊 在这个时候 其实对杀起来 黑方也是不怕的 那么实战的话 黑方他走的是先过足 并没有利用鞠马冷招 这个窝草马去威胁红方 结果的话 红方这个棋呀 就选择退回了 黑方看似冲染不足 这个炮一甩之后呢 底线威胁着你 你再挡的话 他分边炮也是白搭 所以对方落相 这儿的话就出来 那么接下来这棋呢 过来吃炮 他就甩开 然后退居呢 这儿选择一个禁居 准备了破相 那落相之后呢 过来吃 现在你平居的话 他吃起仰脚势 就不怕你了 那你跳马 准备强杀 他可以捕势 踩了个兵 人家不想吃了 现在这个棋 到了关键时候 正常的话 肯定要过来防守 那么这儿的话 他选择居四平二 看着好像杀棋了 却忽略了 人家退居啊 吃马就走漏了 这样的话 你将它是可以上去的 但是因为这个棋 你看着三子龟边 你插一步棋啊 来不及 马用不上劲 兵慢一步 所以呢 看着叫杀 人家快一步 你必须得解杀 这样的话 这个棋就被人家吃掉了 所以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很尴尬啊 那么现在这棋 看着追杀 其实已经输了 这一将之后呢 对方正招应该是知识啊 但是这个棋 其实还是一个竖棋 因为知识之后 可以归降啊 到中路 你要是不让 他就跟住你 你要是拱式打掉你 你要是看着 想抽居他进来 还是没棋 但是因为这个棋啊 应该来说 黑方也是一心想求和 关键时候呢 紧张了 那么作为这样的棋的话 结果啊 将军的那刻 他没知识 直接进去了 这样的话 王天一啊 不费吹灰之力 底线也将闷死了 到这里的话 王天一可以或是惊险翻牌啊 那么我们看第三盘棋啊 到底谁胜谁负吧 这盘棋 讲解是乘胜追击 2022年的广棋杯 这是曲国义 对王天一的第三盘棋 谁赢了 就可以晋级八强 开局的话 这里走的是中炮三兵 对平风马三足 红方形成五棋炮 那么黑方这个棋呢 进炮封军 红方上马 准备冲兵挑衅 那这棋 黑方常规招法是打 但是你先打的话 这路棋啊 人家气个向 黑方的防守难度 想相当大 所以由于是快棋情况下 那王天一决定马二金一啊 走稳一点 这儿的话 你不让我回马 我这里就浸泡 防着你鞠过来吃我马 可以打将看住 所以红方先补适 让你打 这里的话不能着急 急于打这边冲兵就 受攻 这儿黑方呢 他正常招法是要足以进一的 当时的话 这个棋啊 孟凡瑞赢过党匪 那么对方走 局对进五之后呢 就去对 这个棋如果对掉的话 就比较稳 当时党匪走的是不对 结果孟凡瑞打掉 那么这个棋的话 他冲兵一下利用对方 结果反复人家利用一下 那么这里虽然吃个局啊 但是黑方这步上马 打着象 杀着敌士 交杀太厉害 红方到这里不得不出帅 黑方顺势就打一枪 你上来之后呢 他这个棋啊 把局也吃掉了 到这儿之后 其实已经很难下了 对方打中足控制局势 那黑方就吃掉 这里推炮 准备平局铁门栓 人家就上马 不让你 那么对方要换子 黑方还不换 这里你平炮打马 他这边就挡住你 上马的话 这里就推炮打马 看住的话 这个棋简单给你做一个交换 进鞠抢炮 对方不得不堪啊 这儿鞠退一步 准备呢 平局去叫江 那么对方这棋 如果再堪的话 就吃中炮了 他选择回马 这里就进足 先看住马 对方上来去踩 这里顺势过足 一多七少 对方这棋中的 肥刀很痛苦呀 上马想放手一搏 这儿不管他 那么退一步想吃炮 这边顺势一江 然后呢 平炮一江 这儿的话 选择一个平局 给你交换 那么最让棋的话 你打个马 他吃个马 肯定不愿意 退回之后 憋着马腿 这边吃着炮 那边打着马 但是这里啊 中间吃你的炮 不管你怎么交换啊 他这边都是要 有一个得子 那对方到这里不甘心呀 最终的话 这个棋啊 人家已经是 要围城了 所以就到这儿 炮也给捉死了 那么这盘棋啊 就很快认输了 可见这个足一金一啊 应该来说是一个 静观其变的好棋 那么王天一临场的话 并没有选择足一金一 他选择的是 炮八金二 直接打局 这样的话 红方局就点进来 黑方在去对的时候 红方就可以不对 抓炮 黑方呢 打掉也没问题 红方的话 这个棋 有一个炮八金 就去对炮 所以你炮八金二之后 对方有了这么一个手段 现在黑方就退 红方的话就开始威胁 黑方的马 这儿的话跟住 是要冲兵威胁 所以黑方逃开 红方上马的话 想去踩炮 但是这个棋的话 似乎走得有点手缓 应该直接 踩这个中足比较好 踩这个足的话 人家刚好打你一步 你要吃鞠 他打马还打鞠 所以这儿就弃马 强行往里杀 到这里呢 看似吃双 黑方看着炮 那你吃相的话他出来 然后的话 这边是一个出老帅 先解杀 这边的话 平炮 有一个底线啊 偷袭 这儿的话 用炮打 打着马 上马把鞠挡住 你不能吃退个炮 现在这个棋的话 要吃马就退回 然后的话 这个棋啊 有一个跟住的手段 那黑方弃足 红方必须要吃 不然这个足过去不了了 吃完之后呢 黑方呢 先走一个退炮 就是不让红方这个炮 平过来打马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棋啊 红方就上马了 黑方正常 应该是马戏进五 双方可战 那马戏进六的话 其实给了红方一个机会 但是许国义却没有发现 这儿看似呢 这鞠炮要吃马 但是他有鞠有炮看住 但红方可以妙手献兵 非常精彩 献完之后呢 这边这个棋就可以穿江了 然后吃掉 你这个上马相当于来说 看着不影响 其实呢 他送个兵 反而接力用力 中间给你加两个子 你本来炮可以看住 对方不敢吃 现在他不断吃掉你 而且吃完之后呢 都会吃子 你现在因为中间割两个子 你就不能去吃这个子 现在的话就没有便宜 而且吃亏了 你这儿一走之后 他不对子的话 这个优势很大 对到了之后呢 也是斩优 他现在冲兵 不让你吃 找机会的话 可以浸泡顶你 或者是分鞭 打你租 将来这里多个兵 你还缺个像 跳江你还不敢多像 所以等着慢慢围城吧 如果你要敢切进去 不甘心 点一江 如果下来的话 点一江上去 跳麻一江 老江上三楼等着数 因为兵太近 那如果你支持的话 他平炮 瞬间穿打你 就狮子了 所以这个马是不能进去的 那么这儿的话 等着围城 也是红方占优 但是许国义德这里 确实是没看见 退炮 结果呢 黑方就钻进去了 将军之后呢 这个棋人家反将 然后呢 吃一个兵才炮 对方退回之后 进老江 知识的话 是想困住黑方 黑方一将 看似把他困住了 实际上黑方 有惊天妙手 骑马 砍尸 你不敢打 打完重刨杀棋啊 所以这个棋 淘汰深啊 我们放到这里啊 只好淘开 黑方也出来 这样的话 你等于白丢个尸 而且你少一个子啊 那你将军人家退了 到这的话 点江 不甘心啊 想过来吃 这里一旦 这个马走开 就很危险 但是黑方 可以将军啊 进去吃炮 红方到这儿 不能补视 为什么呢 黑方一将 你这一走才吃你 所以是没有用处的 而且后面这个招法啊 不断抓你 这棋确实很难下 步步追杀 你还得去防守啊 那么这边又吃你相 你这边还得飞相啊 他这边只需要走这个 金炮就可以了 将来打着你的马 因为什么呢 你这儿的话 如果直接交换啊 那这棋肯定就 少子啊 不敌 你又不能像 点死了 你退居 想将军抽子的话 他这边也不怕 打到你啊 将军看似可以抽子啊 多吃一个子 其实呢 人家可以反一将 你想打马没有用呀 他这边这个马 就可以挑开 那你吃一个 人家吃一个 所以黑方还是 多子占优呀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 你不能够选择补视 那么临场的话 他选择的招法是 退居回去 吃掉了 那黑方也就吃掉了 加以来的话 你这个迎面没有威胁了 准备靠侧面虎 来威胁黑方 黑方的话 这个起先杀一将啊 到这儿 王庭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终于守住了 然后呢 这个起吃着霜啊 眼看这个马一走 就要侧面虎杀旗 看着黑方 好像不太好防守了 黑方呢 这个起他走了一步 飞向打局 太妙了 天外飞仙呀 那么红方 眼看吃不到 只好穿姜 然后呢 就拱掉象 去吃黑方的炮 这个炮还不敢动 一动一吃马 就不好下 然后呢 他这边选择再点姜啊 怎么结尾呢 到这儿 选择退居 先吃对方的马 红方就退回采居了 黑方现在想点姜 还点不了 只能平姜 那么对方就出 出来之后呢 再来姜 进来 王庭一啊 到这儿调整好心态 然后呢 划八斤 对方又要吃马 到这儿的话 黑方直接开始了反击之路 重炮叫杀 你不敢吃呀 等你上将的时候 我就退回了 你再吃的话 他这里选择继续叫杀 对方不得已 放中炮解回 然后的话浸泡打马 这个棋就要给你换 那么红方他不想换 黑方就上 再吃的话就跳进去 接下来这个棋呢 红方直接给踩了 这个棋其实不踩不行 很多棋就说点姜 到这儿红方有一个非常厉害手段 但是这个前提是 他要下倒降 上去就没办法了 这个棋呢 你要是一挡 他一吃啊 这个棋其实是可占的 因为什么呢 你再抓的话 其实你三子已经分家了 他这边就可能上马 给你吃一个 吃完之后呢 红方就可以点姜 回马进枪 重演这个侧面虎 因为第一盘棋啊 许国也就这样杀王天一的 所以王天一肯定不给他这个机会 那这个棋到底该怎么解救呢 我们看一下吧 那么刚才说到点姜啊 这个棋黑方棋是可以上去 红方这个时候啊 你不能一将一杀呀 那么正常如果你选择去吃的话 这个时候 黑方可以呢 先吃炮 红方只有采军 才有可能将军啊 这儿他退军就守住了 现在这个棋 他随时可以推炮 重炮杀 而且还可以进老将反杀你 那你要是退江的话 他下来你就没棋了 人家这里退回之后 重炮要杀你好看 所以你这边想切 你是切不进来的 如果你一样往里切的话 那其实他这里可以以弓带手 先杀你 你必须得跟炮 这儿一退你就没棋了 那你要将的话 人家可以上去 这里的话你要是底下将 他这边呢 可以进老将 因为炮你没棋 退江的话 他可以去吃你 也是没棋的 所以的话我们看到这里啊 那这个棋啊 点将似乎就没用了 所以呢 看着好像一甩炮啊 这边很凶 其实呢 也是没有机会的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许国义也直接给吃了 吃完之后呢 黑方一吃 跟实战也差不多 对方上马 踩狙 是隐含性的招法 点将之后一上马 向侧面虎偷杀 那黑方当然不给机会 就牵住了 红方为了脱身 就拍将 黑方知好知事 然后的话 这里选择招法是飞象 接下来看中马 那么这儿等待时机 想要靠狙马兵偷杀 但是黑方有三个大死 他不可能给对方这个机会 王天忆选择是知事 找机会要退回来 那么你要平兵挡 他这个炮退回来 所以你还是不行 他平均去挡 这儿的话 黑方顺势一点僵 对方的话又不能上 上来一甩炮绝杀 那么看似也只能下了 但是炮的平八呀 仍然是一个绝杀 所以这个棋纵红交错呀 红方为了防守 对方退回的招法 却忽敌了对方甩开的招法 所以到这儿 可以说防不胜防 那这盘棋 王天忆获胜 接盘棋讲解是铁索横江 2002年的广棋碑 王阔对战卸静的盘棋 这是小司令 对战的是新科状元 开局的话是飞向 对战骑马 红方会形成单体马 黑方会形成平风马 这儿红方平炮 就是要出局 那黑方就马三接二 封住不让 红方的话还想出局 黑方就抓 一旦你也捕适 他居拿到河口 那黑方当然满意 这里红方就上马 他的目的是 威胁对方这个骑路马 而黑方是想快速把鞠拿出来作战 所以他这里就飞个巷 引你去吃 红方不着急 先品鞠 黑方的话就迁入他 那红方也就捕适 准备霸王鞠脱身 黑方也就捕适 准备双鞠去抢 红方呢 故意就卖一步棋 让你去抢 对方不敢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抢就上当了 他这边呢 看似马一走 你要吃鞠得子 这儿的话人家不走 平炮呢 反而打你鞠 那么你一吃 对方一打 这样你就丢个鞠 那看似黑方可以 进炮一江解围 红方飞食不可 这样来的话 这个骑就可以追回狮子 但是红方炮分辨 还是抽着鞠 黑方很可能退鞠回去 他认为你一江为队 换掉之后呢 你的两个炮位置不佳 你的马还上不去 黑方明显有力 但是红方这个骑 他就不僵 但是你不僵的话 人家平均炮抓死 怎么办呢 红方这有一个 飞刀就是金炮打虚 那么正常 你得知识去吃 这个时候 红方随时可以底线穿江 但是红方并不着急 先挺兵 把马放火 黑方也没骑走 这儿正常也就进足 那红方这时候可以穿江 如果你要退鞠的话 纳一瓶炮 这样的话就把鞠给抓死了 所以对方能走的 也就是上脑降 希望你吃一个 我吃一个 这边仍然控制你的马 不舒服 那红方这个骑 简单可以退鞠回来 这个骑特点就在于 给你吃一个 黑方一看吃个子 肯定要吃呀 不然打着鞠啊 吃完之后就给你杀 先骑后去 红方多兵 还有追回狮子 黑方当然是不肯的 但是他掉了枪头 吃双 你还是守不住 所以这个骑 红方明显是占优了 所以的话 这个骑度骑 看着好像可以抢马 实际上是抢不到的 双方套路很深呀 这儿黑方就点起来了 红方现在退回 跟他换 黑方如果换掉的话 那红方将来三路马 可以控制河口 所以他不愿意 这样的话 他是通过一个 足吸金腰对的方式 用鞠继续去控制马 将来自己的马也可以活通 红方有两个鞠 要充分的发挥他的作用 这儿的话 这个骑目前还没有点位 所以的话 选择的是冰酒精益 先把马放火 避免被黑方白吃一个 黑方马上又对 红方就掌鞠了 那么这儿 黑方冲 那红方也是吃掉 黑方有一步上马去腰队 欺负红方的炮 红方直接就吃掉了 那黑方就吃掉 到这儿以后 这个鞠 黑方守住了河口 红方暂时没法突破 所以就点过河 这儿的话 对方这个鞠就平炮扣住他 那么由这个鞠 铁锁横将 这红方的子确实出不去 王阔擅长的是铁统阵 但是呢 歇兴这个鞠 合起王子 比他更稳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就盯住 准备双鞠 强行突破 黑方就鞠酒平鞠 那么这里 抓 我就退回 接下来这个鞠呢 后鞠平三牵住 那黑方来了一招 鞠平八 充分发挥他的特点 就给你对 走到这儿以后 红方不对也不行呀 这个鞠的位置实在太差了 那换掉 换完之后呢 黑方索性在上马 给你对两个鞠 你要不对的话 进鞠亚马 你不舒服 你要顶马 他可以砍住你 打你啊 也没齐 所以这儿的话就换掉 换完之后呢 红方快速上马 试图呢 抢弓 黑方的话就平炮一打 这个棋试探应手 如果你上马的话 这个马前进无路呀 将来这里人家可能会租金 把你的马陷住 回马就抓死马 所以呢 这个棋啊 你还是不舒服 即便你可以上马刊 他泡而平一打远兵之后 还可以呢 进足再打马 所以手段太多了 那么这个棋啊 红方没必要把自己的马 置于显地 所以的话 退回又不甘心 这马就被困住了 索性的就平炮 跟他交换 黑方也是 接受了 红方 这一打过去 打着马 黑方就退回了 到这的话 红方想上马 又上不去 因为你上的话 人家主三斤威胁你 红方就赶紧去 冲兵队 黑方也是接受了 关掉以后 红方想把这个炮 撤回来 黑方的话 赶紧就上马 等你撤回的时候 他可以退回 你现在推炮之后 他可以选择方中炮 所以你这里想去打 那个兵啊 人家可以抢先吃你的 所以到这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棋啊 双方也就握手扬河了 因为这个棋 红方 他想吃足 人家先打你 你吃了就不吃 你不吃的话 假的还杀你 那么吃掉之后呢 你打一个 那这样的话 他在足足精英的话 就会抽马 所以他会走足足精英 那双方子足 一样多的情况下 这里啊 应该来说啊 刚好就够合棋了 那这盘棋啊 双方打了个平手 看第二局 这盘棋 讲解是破铁筒镇 2022年的广棋碑 红方是卸进 黑方是网阔 开局是对兵 呼进马 这儿飞向之后呢 如果再进拐角马 那这棋啊 网阔比较擅长 他容易合棋 所以的话 这个棋 红方走 马是进六 希望可以呢 抢占之高点 将来吃你的足 黑方他掌居 就让你吃 你吃完之后 上马给你兑 那你兑不对 都要事先 所以的话 红方就 跑八平六 直接不让你过来 那么 黑方这时候 如果上正马 红方出局 持跑先手 所以对方 走过交马 继续纠缠 那么红方将会出局 盯着他 黑方出局呢 找机会 想把这个局给对掉 红方正常上马 黑方 你现在浸泡封锁 其实是没用的 因为他这里呢 可以出横距啊 保持灵活 所以的话 黑方走 二平三去对 但是这个棋的话 还是有点着急 应该先把局拿出来 做一手准备啊 找机会再对 先对的话 这个棋 红方就吃掉 黑方以为这样 可以解决马的问题 但是呢 红方这个局 出的比较快 现在你再去 就平六的话 人家局过来吃马 你的二路线有问题啊 所以右边有点空啊 那么对方赶紧把局调过来 侧应 这样来的话 就被红方抢到了四路线 那这个棋 黑方赶紧掌局过来 想要呢 吃双 红方就趁势呢 补一个 这样的话 加固防守 那么这儿 下一步还要冲兵 威胁你的局 这里黑方一看 你补试 局过不来了 那我就平去吃你的马 现在你要踩一个 我再利用你 但是的话 这个棋啊 红方看住了 没有管他 黑方到这儿的话 也不敢轻易去打 那么他走的是拐脚马 接下来 红方走炮尔尽死 这个棋啊 应该来说 也可以 但是有更精妙的招法 这才是破解铁桶阵 关键所在 我们看一下 红方可以走 进炮 将来呢 冲兵打局啊 如果你这个局展开 就要丢子的 所以你只能先打出来 迫使红方离开 红方顺势来一个交换 那换掉之后 吃马 不要吃炮 为什么呢 因为下一步棋 冲兵之后 打着鞠 鞠走向炮 所以你必须得先走炮 后走鞠 红方一冲之后呢 利用黑方 黑方退一步 如果你冲就打掉你 看似也没骑 但是红方也叫马三心四 很精彩 黑方正常过来之后呢 这边呢 逼红方表态 红方回马就是金枪 打着鞠 那么这个棋啊 对方鞠肯定要闪 那么将来这边随时可以呢 吃对方的马 到这儿的话 黑方可以鞠三平四啊 先棄后取 所以红方没有必要急去打 红方先飞翔 那么你要对鞠的话 你丢个子 对方只能进一步啊 到这儿的话 找机会 进七足 先棄后取 而红方简单吃掉 你想吃马 他有炮 你只能进足 他顺势踩掉你的炮 如果你现在吃炮 这马就活了 鞠马炮杀你 那你要是吃掉这个子的话 用鞠齿 对完之后 人家两个炮 你一个炮 你要输 所以你不肯 进足纠缠的话 他这就可以把炮逃开 现在形成鞠双炮 对战鞠炮 虽然说这个棋啊 黑方可以抢兵啊 但是这个结局的话 毕竟的话 人家这边啊 可以保留一个兵的情况下 而且进鞠随时可以威胁你 这个棋特别危险了 所以你少子呀 那么可见这度棋啊 可以得一个子 这就是飞刀啊 这样一来的话 通过一个打局 威胁马 承认之围 就可以呢 打开局面 但是的话 始战斜竟没这么走 炮二进四 那么这样的话 黑方就上马了 红方冲冰腰队 也是求问 黑方的话 这个棋啊 马斯金六 踩炮 红方呢 踩中足 因为他先踩掉的话 你如果先踩 对方就打掉 你再勒的话 他可以逃 将他连环马 所以你一个也吃不到 这样反而是子了 那么这个棋啊 正确的招法就是 对方踩掉之后 先点去 不怕你牵着我 下一步可以踩掉 你再吃你 如果你敢牵的话 那我这个棋啊 吃一个子回来 当然可以 但是呢 红方可以上马 继续围城 用马踩局更狠 黑方在这儿 也只能上马 试图呢 那么你踩掉 我一直给你换掉吧 现在还打你马 但是这个棋的话 人家刚好踩掉之后 你吃的时候 他不用马四进三尺 他用马二进三尺 这样的话 你就泡没有目标 而且的话 你的马被积在这里 很痛苦 将来红方进泡就要打马 即便你去给逃的话 他这儿也打你 也是很被动 将来你退回之后 这边呢 就可以随时扫你的兵 那么对于这样的棋的话 对方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组棋啊 很明显是红方 大战优势啊 那么这儿的话 你敢对打 这又吃你一个 瞬间就可以把对方吃光 那么到这儿以后 其实呢 红方抛弃平武一将 对方只有捕士 那七兵随时可以渡和 红方有五虎上将 黑方是抵挡不住的 所以的话 这个棋简明就占优了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那么黑方就不敢吃 现在他走的是马六进武 踩着鞠 红方的话 鞠三平武一抓 这个时候 黑方的马看似危险 他可以拿马五进三 趁虚而入 到这儿的话 眼看要踩炮 那么红方选择招法是 鞠五平六 简单要对 那黑方也接受了 先炮给你换了再说 双方通过这样一个激战之后呀 红方多了中兵 如果三足丢掉 肯定不行 所以呢 黑方进三足 红方顺势上马 利用先行之力威胁对方 那么对方选择是捕士 接下来马四进六 这儿的话打着边足 现在选择进足 红方就冲兵 黑方的话 平炮想打兵 那红方就过来 黑方退回 他主要是防止窝草马 这儿的话退回 看住就不让你吃了 接下来 黑方走的是进炮 不让红方下兵 红方就平炮 挡住对方 不给你过来 然后的话 黑方就压着红方的马 如果你要上马 他将来就是上马 踩马抓士啊 所以这个马暂时不敢动 先落士才敢上 黑方就抛一平三 找机会要过三足 那么这儿红方呢 暂时啊 还是不能上 因为前进无路 上这尴尬 你一旦走到马三进五 这里还会给黑方一个尾马机会 那你看似可以上 但是他泡八进三 将来就可以利用你 这个马你上不去啊 到这儿的话 你正常回的话 他也是盯住你 将来你看似好像可以打马 实际上他可以弃马砍枪 你不能踩大门弓 你就向掉 然后就打掉你 所以这套棋的话 那还会给黑方求和的机会 这儿的话 红方两个字不好赢 他必须要保证三个才行 接下来这个棋呢 红方就先平兵 试图呢 把这个足抓掉 把炮赶走 这样的话 黑方就比较危险了 但是黑方这时候 下出了回马进枪 他不但看着足 而且要踩炮 红方的话 不愿意架鞋中炮 到这儿的话 黑方选择回马 继续利用 红方也就退回了 黑方反架中炮 到这儿总算是解围了 那么红方这个棋又上 这里黑方就进炮 按住他 照机会是要马锡进八 红方马八进九 这边牵制对方的炮 黑方就只管上马 红方回马 那么黑方也是退回 因为现在打着马 前进无路呀 撤回以后呢 红方选择下兵 双方纠缠了正到紧要关头 王阔有点分神啊 结果超时了 那这个棋 黑方可以选择进炮 他为什么没敢这么走呢 正常思路的话 就是你要对掉那何棋 你要是回马的话 我就可以打你个兵 但是他担心对方 这边有一个将军的手段啊 被这个棋给吓住了 所以临场的话就超时了 其实这个棋 黑方是不怕的 黑方可以平炮 反客为主 反彩你的炮 那你就退 然后的话平炮一打 那你就闪开 这样的话老将就可以归位了 红方不管是马二进三 还是马二进一 黑方都可以打掉 因为这时候炮已经看住卧潮 所以这种棋的话 红方暂时没棋 所以的话到这里啊 可以合棋 但是王阔临场 被卸进这个卧潮马给吓住了 就没敢动 最终的话一动 开爬输棋 结果超时了 这棋输得确实憋屈啊 这盘棋卸进获胜 这棋输得确实连维 这棋输得确实连维 下棋输得确实连维 都可以了